早晨 今天是來到曼谷的第二天 現在我就去吃早餐了 剛剛已經整理好了 這是今天的OTD 現在是早上8月 我們打算9點出門 這個有曳光咖啡 上集說到酒店的入口有點不方便 不過這裡的早餐就不錯 幫他加不少分價 食物的種類多 加上每日的選擇都有些不同 最重要的是 食物真的蠻好吃的 這裡有這個 Homemade yogurt 是配夾的 很棒 我要吃 沒錯 酒店這款自家製的乳酪味道真的蠻好的 有很多款配料給你隨便加 每日都可以mix and match 好像吃到新口味的乳酪一樣 好吃 吃完早餐我們就出發去鄭王廟 首先坐BTS去鄭王橋站 然後再轉搭船就到 我們到這個沙拉 就是夾船 今天我們是要去鄭王廟打卡上的 如果私人的船就是60米 這些公眾船就是需要20克而已 鄭王廟又叫做黎明寺 是一座佛教寺院 在曼谷是非常出名的地標 還有這個泰國艾菲爾鐵塔的稱號 雖然我自己本身就不會參拜 不過入鄉隨俗 一場來到 就當然要去看看這個這麼出名的地標 超浪 這條樓梯雖然只有幾級 十幾級 但是很斜 很害怕 周圍的人都在打卡 很害怕 現在走完廟就是那天要喝東西 YES 我們現在參選了 我們現在參選了 我們去台營街 吃 你去問一下 然後我們去鄭王廟 我想去看了幾個長的群 不過是師傅 然後原來是穿著 所以我們現在都會穿著 這個 好可愛 然後我們再次搭船 去到一座新起名叫Icon 3的商場 這個商場是2018年11月才開放的 商場的裝修真是相當豪華 又到吃的時間 今次去吃椰子雪糕 做這個椰子雪糕 首先要將椰子肉畫出來 然後放入椰子雪糕 最後會加上不同的配料 第一次吃這個椰子雪糕 你們猜一下我會有什麼食品 我們現在吃雪糕了 口感很豐富 鹹又甜 很美味 很快快 吃完椰子雪糕 轉過頭 我們就去了吃芒果糯米飯 真的超好吃 超開心 在商場休息了之後 我們現在去廣人街了 商場在那邊 不是只不過 船 給你們搭的都好 在碼頭職員推介之下 我們去了這間 Trinatown with a real seafood 吃午餐 Trinatown with a real seafood 我們都吃的 不過這裡的可鮮真的很貴 看來都是專門做遊客生意的 所以 我們最後只點了炒飯和菜 甜飽的肚子就算了 現在我們走到唐寧街 不知道是不是我們不會走呢 反正我們就不覺得我們去了唐寧街 在偉大的Google帶領之下 我們去了這間叫做珍珍的雪糕店 White sesame的顏色店 我打算試這個 很美味 我才試了一點 其實已經 這裡的雪糕全部都是自己做的 我就選了當月精選 白芝麻尼的雪糕 雪糕裡面真的有白芝麻粒 很美味 然後我們就回到酒店了 剛好經過這個這麼有名的飲品店 當然要買一杯正宗泰國奶茶來喝吧 現在是先回到酒店了 我帶了 又來昨天那間做摩沙 今天就做摩沙 再加香氛按摩 我帶了這裡有三桌 原來是嗎 原來是在一起嗎 再見媽媽 謝謝 哈囉 哈囉 那我呢 現在呢 就準備做摩沙 那我先做摩沙 摩沙 就可以洗澡 洗澡 洗澡之後呢 再做這個香氛按摩 那其實是哪邊聞著香氛 哪邊按摩的 這個時候 這間房間是咬的 剛剛已經殺了 按摩沙 按摩之後 我們在附近商場 隨意選了一間餐廳來吃 今天的晚餐是打火鍋 今天的行程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都喜歡 我們第三天再見 拜拜 讚 7 2 3 4 4